来看传奇的德国总理梅克尔开始人称的毕业旅行 他一共历任美国四届总统 而他自己一直屹立不摇 到9月才要卸任 他这次到美国展开外交毕业之旅 跟美国恢复邦誼 跟拜登见面的时候就像老朋友见面一样 喊他亲爱的乔 梅克尔16年任内 这四任美国总统分别是小布希 欧巴马 川普 到拜登 拜登和梅克尔的关系非常友好 但是在德国跟俄罗斯建造合作天然管线这件事情上面 立场相当冲突 但双方在区域安全的议题上 一致对抗俄罗斯的立场从来不变 卸任之前梅克尔也为德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定调 称中国是竞争对手 也间接表明了不会加入美国抗中的行列 即将在9月德国大选后 卸任的总理梅克尔前往美国展开他的外交毕业之旅 他是总统拜登上任后首位邀请的欧洲元首 可见拜登对于修复与德国关系的重视 梅克尔也像和老朋友见面般叫拜登亲爱的乔 梅克尔16年的任期内 共经历了四任美国总统 虽然德美关系在小布希和欧巴马时代有些起伏 但直到川普上任两国关系才真正降至零点 因为川普不断攻击德国支付给北约的经费不足 不过即使美德恢复过往的友好 双方还是存在一项重大旗舰 那就是德国在波罗的海新建连接俄罗斯的北溪二号天然管线 美国政府持反对立场 前总统川普也为此对德国进行制裁 不过拜登认为沐以沉舟的现况制裁已经失去意义 因此在五月解除了制裁 我的观看法是有些时间 良好的朋友都可以认为 但当我参加总统川普 已经是90%完成了 而执行制裁则并不显得有任何意义 并不显得有更多意义 有了北溪二号 俄罗斯只需要通过波罗的海 就能将天然气运往德国 无需再借到乌克兰将天然气运往欧洲 乌克兰将因此损失过路费 经济也更容易受到俄罗斯的牵制 另外北约国家也有疑虑担心 俄罗斯会在北溪二号天然管线上 安装监视系统 搜集海上情报 威胁波罗的海的区域安全 德国为稳定国内能源的供应 不得不与俄罗斯进行商业合作 不过在区域安全议题上 德国则与北约和美国站在独立阵线 防范俄罗斯的侵犯 回顾梅克尔多次的防美之旅 可以看出美国对于这位总理的尊敬与推崇 梅克尔曾经受邀到国会演说 还破班自由勋章 哈佛大学也授予他荣誉博士的学位 这一次梅克尔来除了与拜登会面 他也与副总统贺锦丽共进早餐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颁发荣誉博士学位 表扬他对疫情的贡献 梅克尔在卸任前 也为德国与中国大陆建的关系定调 他强调与中国的关系是竞争者 此举也间接表达了不加入美国抗中的立场 不过拜登也不急于说服梅克尔 毕竟他在三个月之后就要卸任 和新总理商量才有实质意义 梅克尔在任期尾声与美国重修邦誼 交出漂亮外交成绩单 拜登在记者会上也依依不舍地表示 他会非常想念梅克尔在国际峰会中的身影 TVBS新闻综合报道